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串串诱人的唐葫芦在中国的大街小巷里可谓是随处可见 但是到了农民曾志杭的手里 却成了他在巴西发家致富的摇钱树 曾志杭1981年出生在辽宁 父母靠卖唐葫芦维持生计 2009年曾志杭到巴西在里约热内卢一家建筑工地工作 没想到几个月之后他却被医院诊断出了患有直肠癌 得知儿子患了重病 心急的父母托人带去了很多营养品 这其中就包括他母亲精心制作的20只糖葫芦 曾志杭受到之后把糖葫芦分给了医院里的护士和病友品尝 出乎意料的是大家对这个糖葫芦都感到很好奇 纷纷问他这个又酸又甜的这种红果子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糖葫芦到底是怎么做成的呢 这让曾志杭眼前一亮 如果我在里约热内卢卖糖葫芦 说不定能赚大钱呢 于是他就把剩下的15只糖葫芦拿到了附近的农贸市场上 没到10分钟全被抢光了 2010年的年底 曾志杭的病友出院 他想办法从中国进口了100公斤的无核山楂 制作成了冰糖葫芦 果然仅仅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全部售清 曾志杭也因此赚到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桶金2000美元 从此曾志杭的糖葫芦生意正式起步 不仅在当地政府部门办理了生产许可证和商标 还租下了一间临街的门市房作为固定的店面 如今曾志杭的糖葫芦不仅已经被批发到了巴西全国各大城市 就连海边的烧烤摊上也摆着他的糖葫芦 曾志杭也在礼约热内卢内购买了一处花园别墅 把父母接到了巴西一起安详晚年 好 目光转向埃及 画面上的这个小伙子叫做月弘明 来自山东滋博 近年26岁 不久前他刚刚结束了自己独行三大洲的旅行 够起魄 来 我给你具体的讲一下 今天四月份呢 月弘明在网上看到了一个中国人 从连云港骑摩托车到欧洲的新闻 觉得很酷啊 决定的要尝试一下 说干就干 小伙呢辞了美术老师的工作 花了两千块 买了去俄罗斯新西伯利亚的火车票 没想到呢 在火车上他还认识了一个中国老乡 听了月弘明的骑行计划 他帮小月联系了新西伯利亚的一个摩托车的修理厂的朋友 搞定了摩托车的事 但是呢 谁想到这个摩托车行行第一天 他就赶上了降温 穿了四条裤子 五件背心 两件皮衣 结果呢 脸还给冻肿了 有意思的是呢 有一天摩托车后轮的链子掉了 一个货车司机看见他 就主动呢 帮他维修 过了六天 他的车又坏了 没想到呢 又遇到了那个货车司机 这次呢 司机干脆就把他呢 直接送到了叶卡捷林堡 接下来 月弘明卖了摩托车 换成了自行车 去了荷兰 又去了埃及 虽然一路上呢 遇到了很多困难 但他呢 怎么都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会在埃及被士兵看作是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 给抓了起来 当时啊 埃及呢 正好是大选 局势呢 比较混乱 月弘明骑着一个自行车 在路边呢 卡卡卡卡卡卡 不停地拍照 国防部的士兵看见了 就说 哎呀 FBI FBI 尽管这个月弘明 一直在强调 I'm Chinese I'm Chinese 但是呢 还是被带到了警察局 连警察局的局长 都出动了 核实了一天的身份 最终确定 的确 是一个普通人 没事 才把他放了出来 我估计啊 听到这儿 很多人觉得 惊心动魄 勾刺激 可能已经心动了吧 但是呢 我要告诉你啊 我们这位独行侠呢 有一些建议 要和大家来分享 首先 钱和银行卡 要分开装 不要带大面额的 这个纸币 最好呢 分散后 装在不同的地方 防止被盗 每到一个地方 电话卡 是最先要去办的 住宿的话呢 最好在当地 多问几个人 综合意见 在最终决定 好 把目光呢 再转向马来西亚 来看 画面右边的 这位华裔男士 名字叫做周志强 今年43岁 身边呢 是他的妻子 和三个孩子 不过 这看似平常的 全家福 对于周志强来说 却来之不易 周志强出生的时候啊 因为窒息了几分钟 不幸患上了脑瘫 但他从来 没有因此放弃过 从四岁开始 他便在槟城 大脑麻痹中心 学习和付建 为了让土字 发音更加的清楚 他就用舌尖啊 舔汤勺上的果酱 来练习 十年的时间 周志强终于是 放下了拐杖 能够自己走路了 并且呢 如愿到了 普通中学读书 长大之后 一心想当社工 为残疾人服务的周志强 一结束在日本的学习 就回到马来西亚 成立了太平小区服务中心 专门为残障 治障者提供免费的 物理治疗和在职培训 但是呢 要维持这个 太平小区服务中心的运营 其实并不容易 资金来源就是一个大问题 为此 周志强呢 不得不骑着残障者 专用的四轮摩托车 四处募捐 他还开办了洗衣房 开辟了农耕地 聘请了68名残治障人士 从事这个洗衣 重农产品 饲养伙鸡等这样一些工作 他说啊 这叫什么呢 叫做自助助人 助人自助 坚持做义工 不仅让周志强 圆了自己的梦想 也让他遇到了自己的爱情 1996年 他与放弃高薪职位 投入义工行列的 林银珠相爱并且结婚 他的妻子说 虽然志强呢 行动不便 但他一直在努力 真的是一个好爸爸 好丈夫 我们祝福他们 好 视线再转向新加坡 带大家呢 认识一位在地铁站唱歌的老伯 您瞧 就是他 陈再兴 今年已经是81岁了 他在街头弹唱 可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为了给素不相识的过路人 送去快乐 陈再兴老伯呢 出生在中国山东 17岁的时候跟随父亲来到了新加坡 为了补贴家用 在一所建筑公司做搬运工 每到下班的时候 热爱音乐的他呢 就会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吹吹笛子 优美的笛声经常吸引很多人驻足聆听 老伯的妻子就是这么认识的 有一次啊 老伯在公园里刚吹完异曲 就有一位年轻人走了过来说 他工作上遇到了一些挫折 心情非常的低落 刚刚呢 听了老伯吹的曲子 突然觉得释怀了 哎 老伯听完很高兴啊 原来自己的音乐竟然会给别人带来快乐 于是呢 他决定 以后只要有时间 就到街上为大家去吹奏 为此呢 他还专门申请了街头表演的执照 而且呢 开始学习唱歌弹吉他 常常呢 辗转不同的地点 唱歌表演 这一坚持 就是40年 如今老伯的两个孩子都已经事业有成 提到自己的晚年生活 老伯觉得很满足 他说啊 虽然上了年纪 门牙也已经脱落了 但只要大家喜欢他的音乐 他就会继续表演下去 好 视线再转向多歌 新年呢 马上就要到了 为了让多歌的贫困儿童欢度新年 前不久呢 多歌的华侨华人 向36个地区的5200多名孤儿 贫困儿童 捐助了价值700万西非法郎 约合10万元人民币的物资 捐赠仪式呢 在多歌国家救济中心举行 多歌社会行动 妇女促进与扫盲部的部长 德德阿货法埃奎和中国驻多歌大使 刘玉希出现了仪式 捐赠的这个物资啊 包括家电文体 还有生活用品 粮油 食品 玩具等等 这样一些节日的礼物 中国驻多歌大使刘玉希表示啊 多歌的华侨华人 每年向当地社会福利机构 性爱心 不仅的体现了 众多之间的友好关系 也体现了华侨华人 与当地居民互帮互助 和谐相处 目光再转向澳大利亚 我们来听一个好消息 今年有超过7.6万名学生 参加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高考 这其中呢有13名华裔考生 获得了分科状元 给你解释一下 与中国不太一样 这里的这个高考啊 要考上一个月的时间 根据不同的志愿来申报 有一百多个科目 供学生来选择 来看 他呀 名字叫做王真怡 是来自中国天津的留学生 这次呢 获得了第二语言 为英文的状元 三年前呢 他到澳大利亚求学 平时呢经常到不同的社会机构 做志愿者 这也帮助他能够和更多的人交流 更快地掌握英语 他说自己的秘籍就是 多写 多恋 另外呢 还有一名叫做陈卓的女孩 考取的是母语为中文的第一名 他说啊 自己三年级的时候 移民到澳大利亚 祖籍北京的他呢 说了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普通话 现在他也很爱看 中国电视剧以及综艺节目 阅读中英文书籍 他说普通话是我们的母语 不能因身处外国而停着学习 目光在聚焦西班牙 最近一段时间呢 西班牙出现了一种新的电话诈骗 华人张女士就遇上了 话说呢 几天前张女士呢 接到了一个电话 来电显示的这个号码呢 竟然还是自己的手机号码 张女士呢很纳闷 就接通了这个电话 但是呢电话那边没人说话 只是传来了这个 滴滴滴的声音 虽然觉得奇怪 但是呢张女士呢也没太在意 就在挂掉电话的第二天 张女士呢要给朋友打电话 可是呢刚一接通电话 电话里面是 您的手机已欠费 不对啊 这我昨天刚刚交的电话费 怎么就欠费了呢 张女士想到了 就想到了昨天的那个电话 于是赶紧报警 经过调查 警方证实 张女士确实是遭遇到了电话诈骗 骗子呢是通过特定的这个拨号软件 来拨打电话 将来电的这个手机号呢 篡改为机主的号码 然后呢再将机主的通讯网络 转接到了高收费平台来收取费用 很多人都因此上了当 在此我们特别提醒华人朋友 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看到自己的号码 给自己拨电话 一定不要因为好奇去接电话 避免遭受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射线再转向日本 受低积压的影响的最近一段时间 日本全国普遍是遭遇了强风 日本北部的北海道 东北地区持续大雪天气 日本气象厅的预计未来几周 日本北部以及北陆四线的海上 暴风雨雪将会持续不断 我们在这儿呢 也是提醒广大朋友 留意天气变化 警惕暴风雪以及大浪等气象灾害 避免不必要的出行 遇到紧急情况 及时向有关部门寻求帮助 目光在聚焦巴基斯坦 几天前呢 巴基斯坦白沙瓦市的一所学校 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 造成了重大人员上网 包括132名学生在内的 141人被残忍杀害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 也是提醒在巴的中国公民 密切关注当地的安全形势 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 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切勿前往 开布尔 普什图赫瓦省 比路之省 联邦直辖部落区等 这样一些高风险的地区 如果遇到了紧急情况 请及时的报警 并联系中国驻巴基斯坦的 石领馆来寻求协助 好 目光呢 再转向丹麦 圣诞节刚刚过去 新年就要到了 最近呢 在丹麦中国游客 被抢被盗的案件 又多了起来 很多作案人员呢 都是以尾随 或者是冒充警察的方式 来榨取游客钱财 对此呢 我们也是特别提醒 到丹麦旅游 经商 留学的中国公民 注意妥善保管 个人财务 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好了 我们把视线再转回中国 最近啊 想去香港的朋友 要注意了 第一条 义乌到香港国际航线 正式开动 这条航线呢 计划每周二和周五 各一班 分别是由义乌和香港出发 飞行时间两个小时 在义乌同事外贸的陈先生 是地地道道的香港人 每年呢 都要往返香港和义乌数次 以往他往返两地呢 只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呢 是香港啊 飞到深圳 然后呢 再从深圳坐飞机到义乌 第二种方式呢 从香港到深圳之后 再去广州 搭乘广州到义乌的航班 而义乌香港 往返航班的开通 不仅方便的行程 更大大 节约的时间 好 今天的全球华人资讯呢 就是这些 接下来走进华人故事 你想 画面上的这个小姑娘啊 是美国华裔乒乓球小将 张安 在今年的南京清奥会上 她为美国队 取得了历史上的首枚 乒乓球奖牌 从赛场走到领奖台 只有短短的几十米 而张安却为此努力了 整整十年 2014年8月20日 南京清奥会开幕的第四天 南京武台山体育馆里 正上演着激烈的女子乒乓球 季军争夺战 这一枚铜牌 将在日本选手加藤美西 与美国华裔选手张安中产生 因为两人在比赛中都表现出色 这一场比赛已经进行了一个小时40分 此时的大比分是3比2 张安领先拉到局点 只要再赢下一球 张安就能赢得比赛 作为规格最高的世界青少年大赛 张安和加藤美西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张安没有过度兴奋 嘱咐自己几句之后 他就做好了接球的准备 从容的甚至不像一个18岁的女孩 强势的击球迫使日本选手接球失误 张安拿下了最后一分 获得了本次七号会女子单打项目的铜牌 他兴奋的高举双臂 这时的他已经创造了历史 这是他所代表的美国队 首次在奥运会上获得乒乓项目的奖牌 比赛结束后 记者在南京一家乒乓球俱乐部里 见到了张安 刚满18岁的他 是美国乒乓球代表队中年龄最小的队员 面对镜头虽然有些害羞 可一来到乒乓球台前 立刻变得健谈起来 张安9岁进入美国少年乒乓球队 12岁就获得北美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团体冠军 2012年 16岁的他代表美国队参加伦敦奥运会 这次南京青奥会 他获得了女子乒乓球单打项目的铜牌 这是他所代表的美国队 首次杂奥运会上获得乒乓项目的奖牌 张安除了是美国乒乓球国家队的队员 还是一名大义的学生 今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美国名校伯克利大学 在外人看来 他的人生之路可谓是一帆风顺 可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为此付出了多少努力 张安1996年出生于美国加州 圣弗朗西斯科附近的一个小城市 他的父母都是西安人 为了让女儿不要忘记家乡 给他取名的时候 特意加进了个安字 而张安和乒乓球界缘 就是从他家客厅的饭桌上开始的 我们家客厅是放了一个乒乓球桌子 当我们的吃饭桌子 所以你看一般人家都有个吃饭桌子 在拧桌子 那我们家没有 这是打球的时候 把桌布就拿开 然后一家人就在上面打球 吃饭的时候 平时这一半就是吃饭的桌子 张安的妈妈在中国的时候 就是一名乒乓球运动员 他的爸爸也非常喜欢乒乓球 依据美国之后 为了排解远离家乡的孤独 竟然会在家里对练乒乓球 刚刚接触乒乓球的时候 张安只有五岁 虽然年纪小 但是他从小就性格要强 那他刚开始小时候 可能刚开始学不行 可能还会哭 输给我 输的时候还会哭 刚开始 真的很想赢他 他都想赢 你输就哭 他刚开始打不过 那你记得自己 第一次打赢爸爸妈妈 是什么时候吗 我记得了 反正我觉得很小 大概过了一年 大概八岁多一点 就我们就打不过他了 除了乒乓球 张安也在其他领域 表现出了极高的天赋 喜欢音乐的他 还是学校乐团的小提琴手 既要兼顾学业 也要参加乐团的排练 还要进行乒乓球的训练 对于张安来说 很难做到兼顾 当妈妈建议他 在小提琴和乒乓球上 做出选择时 张安选择了后者 特别喜欢乒乓球 因为很快 然后可以动得很多 为了系统地学习乒乓球 张安的父母将他送到了 当地的乒乓球俱乐部 就这样 他一边在学校学习 一边利用各余时间 在乒乓球馆刻苦训练 一年之后 就入选了美国乒乓球少年队 成为了美国乒乓球队 年龄最小的队员 2008年 12岁的张安获得了北美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团体冠军 就在这时 一个巨大的梦想出现在了他的心中 第一次就觉得 我在美国还是 算少年队的还是挺好的 可以还 以后还可以打好一点 以后还可以 就打到美国青年队 或者成年队 然后可以代表美国去打比赛 可以赢奖牌或者那些东西 然后也可以去奥林匹克 所以呢就是 从那开始可能就是我的奥林匹克梦想 这个梦想成为了张安的秘密 他甚至没有告诉父母 为了更快地提高自己的乒乓球水平 他和父母商量 希望能在暑假到中国进行训练 相比于在美国 每周一两天的训练 在中国的集训是艰苦的 虽然每天都要练球七八个小时 但是张安十分的兴奋 因为在这里总会碰到意想不到的对手 就是王一青在那个上海的training camp帮我们 然后我觉得我第一次看他 就是世界冠军就帮我们小孩而青年的陪 所以我特别特别excited可以看见他 频繁的脚步移动 用力地挥避 单调的动作 恰恰是乒乓球的核心内容 而十岁的张安 整整四个假期中 都是在这样艰苦的训练中度过的 圆梦的旅程注定坎坷 在2010年 张安遇到了自己乒乓球生涯中的一个低谷 那年打得特别差 所以我觉得比较难 好多人给我说 应该多学习一点 不太打球 因为打球学习不会太帮助你打大学 张安不喜欢输 每次比赛失败 他都会大哭一场 然而比起输球 他则更讨厌半途而废 这反而成为了他坚持梦想的动力 2010年 张安参加了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州 举办的女子单打资格赛 只要在这项赛事中胜出 他就能够参加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 张安对于这项赛事自信满满 然而就在距离自己梦想一步制摇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在一次训练时 张安拉上了自己的右臂 医生说你不应该打 如果你打就更不好了 我的伤 可是奥运匹克是我小时候的最大的梦想 10岁的时候我就 21岁打到少年队 我就特别想去奥运匹克 可以代表美国 我就梦想 在当时医生告诉张安 他还年轻 还有机会 然而张安却再次向医生明确自己的态度 一定要参加 而且还要取胜 第一天输了 我哭了很长时间 可是我一哭完就全把那个 就negative thoughts全哭完了 然后positive多想一点 然后就第二天我就拼 然后拼赢了4比3 也是很接近 可是最后还是赢了 然后特别特别高兴 最终张安克服了疾病的伤痛 参加了伦敦奥运会 对于他的奥运梦来说 这只是一个起点 在2014年举办的七号会上 张安不但为美国乒乓球队创造了历史 还认识了很多世界各地的朋友 我看你书包上还专门带了一个小熊 对就是这次一个泰国选手 他给我的自己就用手这样子做的 在自己的比赛结束后 甚至有朋友点名张安 参加当时流行在世界上的冰桶挑战赛 在收获奖台的古台山体育中心 张安完成了这项挑战 2014年9月 张安成为了美国伯克利大学的大一学生 而吸引他来到伯克利大学的原因 也是因为乒乓球 对我是真的是个perfect学校 对我也说也有乒乓球队 在美国是前二 就前两名的 有他和Prinston都很好 所以如果我在Berkley可以打球 张安说 很多运动员在上大学之后 都会选择放弃自己从事的运动 但是他不会 乒乓球跳用的声音 已经融入了自己的身体 他要和乒乓球做一辈子的朋友 凭借着南京青奥会时 获得的好成绩 张安在国际拼联的积分 已经达到了2241分 排名也达到了美国第一 我们希望在两年后的 李约热内卢的夏季奥运会上 再次看到他的身影 好了 今天的华人事件就是这些 感谢各位的收看 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